伍先生 吴先生 不谢谢了 是三年 来啊 把酒拿过来 是 吴先生 这是您托四哥带到牢里 给我的那半碳酒 我没舍得把它喝完 这碗酒 我替四哥敬您老人家 我敬您一碗 为您见性 听说皇上元旦日要 进封十三叶铁帽子亲王 其实 王不王的 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不过 这个铁帽子却难得呀 吴先生 吴 吴先生 我们 我们对不起您啊 十三爷这话错了 我是怀着为天下苍生的心愿 来辅佐四爷的 如今心愿得偿 夫妇和汉哪 十三爷 你我相识十五年了 你天真帅性 行侠仗义 我很佩服你的为人啊 临别之时 有句肺腑之言啊 这个铁帽子王 这 你要 你要拼死辞掉 才能保你一世平安 你至今尚未 看通事情 常言道 与平常人交往 共享乐意 共患难难 与天子交 共患难意 共享乐难啊 吴先生 你放心 我不信四哥会做出 攻进鸟藏的事来 明日我话 就能验证啊 府里 专一替四爷办秘密差事的人 恐怕就要 不过 十三爷你不用担心 只要你收敛锋芒 皇上是不会怎么样你的 吴先生 你也要多多的保重啊 不用为我操心 我有自权之道 吴先生 快有五十了吧 好 秋月 吴先生 这是我和四嫂商量 让她来照顾你的 这个 来 如月 吴先生 你叫如月 嗯 这是十三爷给我起的名字 如月 事后吴先生上车吧 是 吴先生 爷 你往后可别这么喝酒了 看来 看来 我这后半辈子 又得让人管着喽 爷 快上车 是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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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十四爷 天快黑了 又这么冷 娘子官前头五六十里路连依然也没有 请夜市下 要不今个晚上我们连夜赶路 你们是四哥派来押我回京的 该怎么做还用得着我师下吗 十四爷 这话奴才们可担当不起 皇上们叫奴才们一路上好生伺候着十四爷 回京奔先帝的丧 十四爷是奴才们的主子 奴才当然要听十四爷的事下了 那好 我用不着你们护送 你们先走吧 云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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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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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ed 十四眼 慢点 慢点 你们几个人赶快把后殿打扫干净给十四眼安歇 其他人把兰殿拆落 胜过去哪儿 是 快点 这儿有人 还不赶快抬出去 这儿 他身上还有热气 还没死呢 也抬出去 这儿 放下 把它放在火边 放到十四眼火边上去 这儿 烫好以后 喂他一碗 这儿 你们都出去 你们也下去吧 下 大家好 車架 人家 对 人家 不是 太兽了 水 你当着先帝爷的在天之领发誓 要如实回答我 只要是奴才知道的 你当然知道 我来问你 先帝爷的遗诏 究竟是把大魏传给谁的 自然是传给当今皇上 当今皇上为什么第一道圣旨 先传给川山总督年庚瑶 命令川山两省戒严 他怕什么 这事奴才知道 先帝爷驾崩 世俗仓促 恐成变故 因此朝廷下令 天下兵蟒一律戒严 就连北京九城都被封了 名正言顺 他怕什么变故 我再来问你 新任陕西部政司李威 就是先前四个府里的小奴才 装供应我大军粮草的 为什么把暗月供应 改成暗日供应 奴才不在西北前线 这事怎么会知道呢 不知道 你们装好了这个连环套 去骗三岁的小孩去吧 你领着二十个大内侍卫跟着我 透三十里尾随着年庚瑶的三千绿云军监使 这你也不知道吗 老天爷 你为什么这么安排 八哥九哥十哥 你们在京城里做什么吃的 你们这些酒囊饭袋饭桶 来 走 走 走 这些酒囊饭桶 别动 别动 干什么 把刀收拾 收拾物馆出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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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汤呢 热汤呢 来了 来了 好了没有 来了 来了 你也出去吧 喳 你也出去吧 热汤呢 热死了吗 你是人 还是鬼 我不是鬼 不过人和鬼比起来 还是人可怕起 你家谁死了 是你爹 还是你妈 爹 通命相连 我的爹也刚刚去世 来 你的身子弱 躺着别动 你是俺的救命恩人 俺给你磕头了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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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躺着别动 没得叫人心烦 您救了俺的命 对 俺现在一事 没办法报答您 俺这一辈子 给您烧香磕头就是了 站住 看不出来你还有些脾气 离这六十里才有人烟 你一个人走得出去吗 案在这儿不是叫您心烦吗 好 你很对我的脾气 既然我救了你 就一定救到家 你叫什么名字 家里还有什么人 热笑在身 为什么你一个人 躺在这荒庙里 俺就叫一弟 俺是山西代仙人 去年 俺家乡遭了寒灾 官府又加派了官吟 俺家穷 实在叫不起 俺跟俺爹 俺娘 还有俺弟弟 就一起逃了出来 半路上 俺爹染疾病死了 为了葬安帝 为了葬安帝 俺娘爸 买给了人家做婢女 可是 买我的那个人 是个人贩子 他一转手 把俺买到妖子 做妓女 俺 俺 俺好不容易跑了出来 半路上 又遇到了大雪 俺 俺又饿又动 就躺在这儿了 去年山西遭了灾 可康熙皇上 已下了明诏 免去山西全年的钱量 怎么还会有官府 加收赋税的事 俺说的是实话 您不信也没办法 俺还听说 是山西藩库 亏空了很多苦音 当官的急了 就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这位爷 你是当官的吧 你猜得不错 我大小也算是个官吧 遇上我是你的缘分 你是先跟我去北京呢 还是先去防你娘你弟呢 您是好人 俺一看就知道 可是 好人 俺还是想去安娘去 这世上 恐怕已经没有多少好人了 也好 今天晚上你再吃点东西 早点睡 明天一早 咱们各回各的家 来人 十四爷 给这姑娘找监控房子 烧上火 让她早点歇息 哪来的姑娘 我好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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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啊 我好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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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爷 请上路吧 请 安忍 小女桥隐帝 叩谢救命恩人 罢了 罢了 怎么说 咱们就要分手了 我这儿有几个青瓜子 你拿着路上用吧 恩人 可不可以告诉我您的性命 两个娘和俺弟在家给您立个牌位 给您烧高香 不知道也罢 省得惦记 姑娘 这黄山野岭的你好自为之吧 告辞了 走 驾 走 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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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这样吧 把他带上 有圣旨 着十四辈子印提 接旨 皇上有旨 十四辈子印提下马跪接 皇上 哪个皇上 奉圣族大型皇帝遗诏 刻成我大清国 大统的当今皇上 十四辈子 你若还自称是先帝的皇子 爱心觉罗的子孙 立刻下马戒指 朱 十四辈子印提 今晚在陆河展宋 明日进京叩拜先帝临位 钦此 我千里奔丧 到了城外 却不让我进去叩拜先帝临位 这是什么旨意 十四爷 皇上念您一路奔波 叫您在陆河一江西一晚 明日好进京叩拜先帝临位 这原是一片好意吗 这是什么好意 父亲死了 却不许儿子去奔丧 铺天下哪有这个道理 这是谁 竟敢如此放肆 独立神 在 递我拿下 撤 谁敢 你懂什么 再多嘴 我用鞭子抽 上马 随我进京 驾 十四爷 皇上 青海的罗布藏丹增与准戈尔的阿拉布坦 已经秘密地会见三次了 他辞去朝廷封的亲王不要 自礼可汗 这其实已经是反了 西北用兵在所难免哪 可这打仗打的其实是钱粮啊 战场在后方 可是咱们的国库呢 仅存银七百多万两 这够什么使的 钱哪 都让那些赃官给借空了 上一次皇上交办追查亏空 查抄十九名金官财产的事 臣已经知会顺天府和布军统领衙门 防着他们转移财产 等大型皇帝丧事已过 臣其照办 这都是些贪赃忘法的国贼 不必心思手软 只防着他们自杀 不怕他倾家荡产 丰臣 你草召 将奎空钱粮的官员 就地隔着追角 不得留任 这 十四爷 你 皇上有旨 皇上 四哥吧 登基大典 还没办 他就赶成皇上了 各省的国库亏空 必须掀去追回 但不能从百姓身上盘剥 我看这件事啊 就从山西做起 皇上 奴才包具一人 定能胜任 谁啊 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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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不是 曾在香白旗下 认过户部主师 那个诺民呢 皇上 皇上好记起来 这诺民在户部的时候 因为顶撞了八爷 因此被冷落了多年 但是就是这个诺民 机密练大 实在是个理财的能手 好 只要是人才 朕就不惜破格录用他 我看这个山西巡抚啊 就让诺民去 皇上 奴才无用 办砸了猜事 十四爷他 十四爷他 他怎么了 马仲堂船只叫他 在陆河驿站西下 他不愿意奉旨 眼下 他已直闯兵宫去了 走 你 皇阿玛 皇阿玛 你这是怎么了 皇阿玛 你这是怎么了 皇阿玛 你这是怎么了 皇阿玛 我走的时候 你不是说要等着我回来 皇阿玛 皇阿玛 你怎么在里头了 皇阿玛 你醒醒啊 你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在里头了 皇阿玛呀 你醒醒啊 醒醒啊 醒醒啊 不 不孝得十四儿回来了 回来看你 皇阿玛 皇阿玛 您快瞬开眼睛 看看他吧 您的大将军王儿子回来了 皇阿玛 皇阿玛 您说啥呀 皇阿玛 放开眼睛 花阿玛 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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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阿玛 老金老师 灵火上交友好不好 列为皇大妃 十四弟这苦法不成啊 皇阿玛 回来看您来了 老十四 老十四乱了张法 你看该怎么办呢 难为他 能有这片孝心 八哥 那么就依了他吧 我看等会儿 还是先去见见皇上 八哥 你去欠欠老十四 不孝的十四儿 回来看您来了 把棺材打开 十四弟 列位皇太妃 十四弟这个护法既伤了身子 又坏了礼法 太妃们都是长辈 求你们出面劝劝他 德姐姐 我不是有意的 今儿这事您做主吧 怎么哭要伤身子的儿啊 身体伏法 手之父母 现在皇阿嬷不在了 我还要着身子干什么啊 皇阿嬷 你也是娘我身上掉下的肉啊 你听你阿嬷想 你都不能这样啊 你是谁 凭什么管我 孩子 你哭混了头吗 我是你的恶娘啊 你穿的是皇妃的服色 你不是太后 你不是太后 国家有制度 你管不了大将军王 皇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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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四哥 皇帝 你就是皇帝 皇帝 你疯了 来人叫他过去 跪下 参拜皇上 喳 掌务哥 你快过去 让他给皇上行礼 十四爷 你应该向皇上行礼 十三爷 倘若有人闹事 是否一地紧拿 倘若有人闹事 是否一地紧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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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用 我们一只紧拿 都是活的 说一地紧拿 也不介意 那是一只愿杀 那是一只能拿 下一只手 那么我 皇上 皇上 祖宗的家法 我 我也担不起这个礼儿 快起来 起来 皇阿玛 已经撒手离开儿子们去了 儿子就只有您一个亲娘了 在皇阿玛病天那天 儿子就会上入房 觅定了您皇太后的封号 只是想等十四弟回来 再宣告天下 现在十四弟回来了 从今日今时起 您就是我大清国的圣母皇太后了 这 这国家大事 这苦如何使得呀 您要是不答应 儿子就跪死在这里 母从子贵 千古通立 这是朝廷早已拟定了的 皇上已孝至天下 隔天体悟一片之城 请皇太后不必在此 安坐受礼 祝皇子大臣 祝后宫嫔妃 即刻向皇太后行大礼 请皇太后安坐受礼 请皇太后安坐受礼 臣等参见圣母皇太后 皇太后安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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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起来吧 今日 我们只论兄弟 不论君臣 圣祖人皇帝 把大魏传给我 你们当中 有人没有想到 这不奇怪 因为就连我自己 也能想到 很多人都认为 当皇帝是件乐事 可是据我看 这是天下第一号的苦事 你们中有谁愿意 做这个皇帝 今日当众说出来 我让位给他 朕的这些干戈肺腹之言 就是说啥也有人不信 但朕的心 天知道 皇上 皇上 不达父亲 坦诚相见 臣弟已感激无地 皇上但有传令 臣弟肝脑涂地 在所不辞 三哥请起 兄弟同心 七力断金 三哥这话 朕不敢当 朕也没有使令 指使兄弟们 要干脑涂地 朕只是想 朕比不了 皇靠他老人家 要靠兄弟们来帮朕 于朕所不能的 尹哥 你哪儿不受用吗 皇上苦苦薄心的 若是听不进去 那还是个人 臣弟实在是憋不住了 临乘教授不自在 求皇上恩准 一定要出贡 谢皇上 师爷 静房在那边 您请慢走 慢走 慢走得了吗 让我把你哭哒 这 还有要方便的吗 这些日子 三哥和弟弟们 也都牢发了 朕一头守灵 一头办差 也累得七四八华 好吧 朕有些要紧的事 说完了 大家就可以歇了 八弟 臣弟在 在咱们兄弟中间 你是有猜的 朕的意思 让你出任 总理王大臣 和尚书房几个大臣 一起处理军国大事 怎么样 枉你不要推辞 八弟 你不会推辞吧 为了列祖列宗的江山设计 臣弟义不容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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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